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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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皈依 皈依佛 佛是指引我们生命道路的导师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归依法 法是增长我们慈悲与智慧的道路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深入经葬 智慧如海 归依身 身是我们修持和谐与正念的共修团体 自归依身 当愿众生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开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傍掌 师父吉祥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同修 我们一定是积累了累世累劫 很多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请到我们所谊法师 在他百忙之中 他前天刚刚从大陆 刚刚回到台北 然后特别答应我们 今天来这个课堂上 给我们做一个小时的 有关准提法修辞的开示 然后加上一个小时准提法的共修 对准提法的这个介绍 这个我觉得如果我要再说一句话 就好像有点太超出我的能力了 那么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 我想先请我们张礼璋师兄 他也是追随我们师父很多年 他现在是国际师子大学的创办人 那么透过师子大学 那么来现在有七万多的脸书的粉丝 那么来推动透过这个师子大学 那么来推动这个一个可以说是整个 这个人心的提升与这个进化 所以我们那个PPT 那个我们李章师兄做了一个PPT 然后照我的修订本 你接着看 你来介绍师父好不好 谢谢 我们鼓掌欢迎张礼璋师兄 尊敬的我们所谓师父 还有尤老师 还有在家的各位我们法师 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谢谢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借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所谓法师 这是我莫大的无上的一个荣耀 在这里感谢师父以及余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谢谢 那介绍我们师父其实有太丰富的内容 因为他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过程 那都是值得我们来一步一脚印来跟他学习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简要的一个PowerPoint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这个PowerPoint 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跟大家说明 哪一年曾经师父发生过什么事 然后再来就是相片佐证 我们今天呢 恭请师父来呢 是有几个很大的这个因缘 那么其中之一呢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手艺法师第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南环境老师这个汉传 就我们唐觅的这个准提法的这个传承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在找那个答案吗 那现在这个就对了 那师父我再补充两句话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今天恭请 首以法师来这里给我们讲这个课 我要跟师父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课 那个我们大概前一段时间 我们每一堂课大概有一万七千人 就是有同学在大陆看这个直播的 然后最近三个星期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新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 一个尝试就是说 我们大陆有一个 有一个网路的平台 那么会有大概有六百个佛学院 或者是佛学的研究团体 他们跟我们对接同步直播 然后今天是第三次这个尝试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 我们教室里面同学不是很多 但是透过这个网路 这个网路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么透过这个网路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同学同步 在学习这个课 而且我们大概在下下星期开始 我们还要做一个突破 就是说所有听课的这个同学 不管你是在美国 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 那么要考试的 考试还有奖品 就是表现优异的这个同学 所以我们这一套这个教学的辅助方法 现在佛光上也在用 佛光上也在用这一套叫做天龙八部 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透过今天 跟师傅这样一个互动 大家能够开创一种学习的一个新的方向 学习的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说现在网路的这个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如果善用这些网路科技的方便性 那么我现在请李璋兄你来继续做介绍 那这个是我修过的版本 我还没经过你的同意 不过我想我跟师傅也有很多年的这个缘分 所以我想师傅如果觉得什么地方要补 这种再请师傅来跟我们指点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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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佑老师经过修正以后 我刚刚瞄了一下 发现更能够掌握师傅的精髓 好 我就用这个power point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那这个题目我们叫做 准题法以守移师傅的传承 这样子 好 各位知道这个是我们故宫里面的一个准题佛母像 故宫说长的 OK 这个就是准题神座的一个座轮 好 这个是我们十方禅名出了一个小册子 这册子的第一页就把这个师傅整个一声做了一个很简要的说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练一下好吗 好 六主接应 舍望归真 出家参学 市政中风 苦修实践 高山鼎立 深海底行 新学创业 起见道场 内修外弘 成就众生 这几句话就是把师傅这个一声到目前为止 他的一些为逢华立生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做一个说明 好 那简介呢 我们基本上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个人简历 经历 第二个出家取学以波州三昧 再来准题专修两岸传法十方世界 用这五大方向来我们来探讨 好 那师傅呢是在1947年生 台湾省台中县的俗家姓柳 那么重点在23岁的时候呢 这个师傅呢因为阅读了这个六祖坛经 他突然有所领悟 所以从此他就立定志向 要志向这个补体 六祖坛经 再来就是25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那么医子仁俊师傅 以及广善两位长老 剃度出家 那么法名洪善 法号这个崇治 那日后得到刘兰师的加冕 得以首宜来自迁 这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谦虚的 那么在1972年 他在佛光山就读 那么1973年就读了 从临大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得到佛光山 清零大师的爱故呢 期间有三次的剃度这个闭关 我打个岔 这个是在佛光山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 所有佛光山在那里读书的这些出家的学生 那么能够得到新零大师的同意 在学期间有三次的佛光山 四次 总共有四次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佛光山的闭关 师傅 那佛光山是唯一的吧 唯一的 是唯一的 对我们师傅的这个肯定 不是普通的肯定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时代 所以我虽然在佛光山教书 教那么多年 但是 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一点特别的这个有意义 然后呢 后来就 那个我们师傅呢 还这个非常棒的 师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那套师傅来 师傅的著作来 可不可以先给我一套好不好 因为 师傅就最近把他在佛光山的这个 全部的过程 写成两本书 而且这个书出版了 那个可不可以 叫做波周禅观日记 有上下两侧 那么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还有像师傅这样的一个 那么年轻的时候 然后就善根成熟 然后就实修闭关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认识所义法师 不只是说因为师傅跟准提法 这个一个跟蓝老师这个密切的 一种非常贵重的这个传承 更重要的是像海峡两岸 我会要请问一下那个开发法师 师傅现在闭关大大小小 现在总共数字多少 超过100个 36次 不只吧 36次 对36次 所以海峡两岸像师傅这样 就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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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闭关 还恐怕是太少见了 所以我们待会也很希望师傅能够 也跟我们分享 除了待会第二个小时 我们要做一个准提法的 共修的一个带领之外 我今天其实最大的兴趣想知道说 师傅这个36的闭关 可不可以讲一两个比较特别 因为师傅闭关的地方都很特别 比如说去那个南普陀闭关 是我们庙战长老 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赵普老还说呢 东南佛教就是这个庙战老 然后是庙战老亲自给他送进官房闭关 那师傅你那个时候还年轻吗 那时候 应该40多岁了吧 所以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1990 后来也是因为赵普老的关系 然后到北京的那个叫做佛牙塔 在佛牙塔那边去闭关 所以每一次闭关都有很殊胜的这个因缘 所以师傅以后 现在这个我们看到一部分 这师傅闭关的一些实路 而且那个因为南老师的鼓励 所以师傅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写日记 所以他其实所有的日记 都是写他实际用功的这个真正的过程 这个是可以说是 师傅您创造的20世纪到21世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宝库 就是这个过程对很多人 我觉得都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 可以仔细的去推敲去了解的 所以请继续 好 那这个当中当然南乖林老师有指导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 好 那这两位 一位是仁敬师傅 一位是广善师傅 就是欣云大师 这个欣云大师成就我们师傅这个影响很大的 刚刚播出三倍公安 然后现在欣云大师创办了这个人间佛教协会 那么还请师傅做常任监事长 常任监事长 就是监事长 对 所以这个都是跟那个 我们师傅跟那个 欣云大师一个很特殊的缘分 在佛法上面多方面的成就师傅 好 这就是仁敬老跟师傅的合照 在我们师傅 在12楼 当我们谈到仁敬法师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他是映顺导师的弟子 而且也在基金会这边做过一次演讲 有一次人老从国外回来 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就说师傅 请你来跟我们做个演讲 因为我们在这里 那个时候在开大制度论的课 所以有一堂课我们就把它停下来 就请人老做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开示 所以人老非常的慈悲 而且因为人老它代表的是一个 从应老加一脉相成的这样一个法脉 所以就是说我们后面要知道 师傅这个在仁敬命的三个传承里面 是极大成的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大 麻烦你 对不起 好 谢谢 好 那这个是师傅那时候闭关的时候 对 这照片应该是佛学院的 佛学院 佛学院读师的一个照片 读师的一个相片 师傅好潇洒 好帅 出家本来就潇洒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以 ok ok 那这是师傅刚刚余老师给大家看到的 就这套上下两册 兩本 非常值得大家去参就 ok 那这句话 这首诗就是师傅你提过的 就是那个南老师在佛光山的时候 打七的 打七的时候 他说在讲到达摩祖师跟六祖师的事情的时候 突然间停下来 突然间迎了两首诗 那这两首诗当中有一首诗是这样 那谁来帮忙 那个我要请慧林菩萨来唱一下 这首诗诗诗 鹿山行 青青鸿芸 唯了情 旅逐幻水 仍已死 因崩來伴 獨今生 謝謝慧靈菩薩 師父 我跟妳報告 我的親妹妹金鳳菩薩 她會用歌仔戲來唱這個調整 又不一樣 金鳳我見過 見過 她很精進 李山兄 Please 師父 當然師父最能夠解釋 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前面兩個字 情深 那請師父說明一下 呃...這個... 應該... 在於南老師 呃...的公子 南英鵬在上海有一堂演講 曾經說到... 南老師... 那麼... 在1973年 我也要找她的接班人 那麼... 心裡頭很急 那麼一個晚上 她夢到了... 夢到了這個... 一個母親 帶一個三四歲的孩子 從海邊走過來了 那麼... 南老師的老師 沿太老師 就... 跟... 就叫著 懷疑啊懷疑啊 懷疑啊 這不就是妳的接班人 來了嗎 然後一看 才三四歲 唉呀... 急得 哭得醒過來啦 嗯... 這是1973年 那一年我們師父 三歲吧 對 出家 出家才三年 各位知道這個師的意思啦 嗯... 所以這個因緣太不可思議了 嗯... 所以1974年 南老師就找到火光山了 到火光山做一堂演講 講題 叫做... 呃... 陳中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 隔著三個多月 1975年 南老師就到火光山打棋了 那... 這是南老師第二次上火光山 嗯... 這是南老師 所以他在火光山打棋的紀錄 就是 《勞骨持反射》那一本西藏路影 嗯... 從... 南老師 大概到了... 打棋到... 到了尾端 提到的達莫大師 一直到六祖 到了... 講到六祖 就嘎兒的兒子 就留下兩所事 就是...嗯... 西藏路影第一段的一個 最後兩所事 剛才的 那麼... 就是... 他到火光山 其實前後到了三次 嗯... 到了三次 第二次是打棋 第三次是在... 19... 我... 民國六十七年的中秋節 南老師帶了... 他的公子 楠一鵬 還有... 李雌雄... 嗯... 城市之... 前老古車板車的總經理 嗯... 那麼... 那次... 特別到火光山去接引我 這次時候... 其實... 楠老師的主要... 到火光山... 他是要找個慈家人 找個... 他要找個慈家人 嗯... 所以說... 他1973年... 夢到... 他的接班人 1974年... 他就到火光山了... 演講啦... 1975年的一夜底... 也是農曆過年前... 他到火光山打成些了... 那麼... 嗯... 等到呢... 1978年的... 中秋... 南老師... 第三次上火光山了... 之後... 南老師寫信給我... 到了... 1978年的... 大概... 11月... 12月... 南老師寫信給我... 他說... 大時代來年啦... 他要加緊培養人才... 要... 趕快離開... 那麼... 把... 火光山的官網告一段落... 所以... 我就跟著日常法師... 離開了火光山... 那麼... 1979年的... 1月3號... 曾... 正式成立大政協社... 就是... 南老師正式培養... 學生的開始... 那麼... 南老師自己有自己的... 常隨重的開始... 啊... 那麼... 就是... 南老師自己有自己道長的開始... 大政協社... 大概這樣... 所以... 他... 形成我日三行... 他重點是要... 找到他... 想要找到人... 那麼... 這是他多生理解... 的一個原因也... 所以就... 清靜弘儀未了情... 那麼第三句話... 立子環水仁義... 環水仁義... 就是... 他終於讓他找到了... 讓他找到... 他要找到人了... 找來幹嘛呀... 引奉來辦... 獨精神次來培養... 將他能夠成為... 傳承活教的一個... 的一個人才... 大概這樣... 謝謝... 感謝師傅的說明... 好... 這個... 剛剛師傅有講過... 1978年的時候... 蒙蘭師... 這個... 灌頂... 顯密原通... 準題法門... 對... 那麼... 他說... 1985年為止... 一共四次... 差不多... 四次... 那麼... 當然日後更得... 蘭師的... 認可傳授... 準題法門的... 阿瑟里... 對... 那麼... 1979年... 剛剛師傅講... 成立大學... 成立大學... 對... 那麼你擔任這個建院... 並設置十方叢林酬建處... 那... 十方叢林書院是在1980年... 十方叢林酬建處... 對... 那1980年的時候... 十方叢林書院... 成立... 對... 對... 好... 那就是... 南老師的法相... 這個是... 在某一次的... 這個... 法會... 還是... 應該是... 南老師要離開台灣之前... 就是19... 嗯... 83年底... 1984年底... 跟1985年... 19... 1984年... 那麼... 農曆過年前的... 有11週... 農曆過完年... 從... 吃二到十五... 有兩週... 那時候... 那時候... 親自帶我們專修組... 離開13週... 就是那時候... 在11週廠場造的... 是... 非常非常正貴... 也就是... 現在... 各位... 手上那本... 整體言通那本事... 那就是... 南老師講的... 13... 三個月的... 整個整體法... 傳承... 完全講得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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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透徹... 啊... 就是... 這本事... 對... 對... 那麼... 這本事... 難道是... 吩咐... 我做...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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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整理的... 所以我把它編輯完成... 那麼... 去年... 交給了... 勞骨子本事... 才剛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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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車裡面好久... 那接下來... 我們介紹... 師傅... 在文化事業方面... 有很多的創局... 像在1981年... 協助... 南師... 創辦... 資建... 雜誌... 那麼... 也... 當年... 也接掌了... 台灣... 童靜蘭諾... 第三任的... 主持... 1982年... 創辦... 十方雜誌... 十方... 聯合會... 籌建會... 等等... 那麼... 在第二年... 1984年... 創辦... 十方雜誌... 文教集集會... 到現在... 還在很順利的運作... 對... 現在我們... 張基石還是我們的董事... 不敢... 尤老師也是我們前任的董事... 謝謝... 感謝師傅的提息... 1985年... 那麼... 他... 得到... 南老師的... 關照認可... 那麼... 佛門... 七重地址的... 永戶... 在新竹... 額眉基地... 購置了... 17公頃的... 目前大概18公頃... 增加了... 增就增加了... 土地還會增加出來... 又買了... 又買了... 最近又買了... 是... 過年年前... 是嗎... 青年年底買的... 是... 那不停地在做... 對... 硬體的建設... 對... 好... 那麼... 1990年...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在藍老師的安排之下... 到廈門... 藍博陀... 作為第一次的閉關... 意思嗎... 嗯... 就是... 對... 藍博陀常關記... 那麼... 我這次... 閉得相當好... 大家有興趣... 可以... 可以看這本書... 這次藍老師... 也是藍老師特別丁寧要我寫的... 我的閉關... 一向都是... 放下一切... 師父不看... 那麼... 也... 也... 不動筆... 那因為青年藍老師以後... 藍老師要我... 免天寫入記... 我之前沒有寫入記的習慣... 應該是到了... 第三次... 避波州山... 避波州山梅關的第三次... 我開始寫入記... 所以基本... 那個... 波州山梅關的日記是... 應該是三次... 三次的一個... 閉關的一個紀錄... 廟... 廟山長老送我入關的... 謝謝師父... 那個... 我說明一下... 最前面這個就是廟山長老... 他對這個... 可以說大陸佛教的這個... 恢復啊... 是貢獻非常非常大... 然後... 那個... 現在這裡面這個畫面這裡呢... 你會看到... 前面這一位是戰儒法師... 他留學日本... 而且是北京大學的教授... 然後... 後面這一位是承信法師... 是那個... 臨波天同寺的方丈... 也來跟師父見過... 互動很多次的... 所以... 這次他們兩位法師送... 師父這個入關... 然後... 當時還有一位... 送師父入關的是... 祭群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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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現在在大陸... 佛教可以說... 這個... 中生代的法師裡面... 非常優秀的一位法師... 好... 那... 還有在1992到1994年呢... 也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 師父在1994年... 在北京... 靈光寺佛雅塔... 有三次的閉關... 那麼... 接走就是在台灣的九次等等... 那... 根據這個紀錄啊... 就是2015年為止... 先過閉了三十多次的閉關... 那這個佛雅塔的閉關師父... 是不是可以再說明一下... 那... 基本上... 佛雅塔... 其實... 這地方算是... 北京... 北京城的物系部隊... 駐紮殊殺地... 其實... 那麼... 我是台灣人... 那麼... 金鋒本來是不同意的... 台灣... 這個和尚... 搞不好是搞什麼啊... 啊... 情報單位啊... 怎麼樣的... 那...不... 那... 佛雅老師不行... 我已經答應南老不可懷悔了... 還是當時的... 狗院總理李鵬親自批的... 那個... 根本不容易的... 根本不容易的... 所以... 在...在... 那...佛雅塔能夠閉關... 這是不容易的... 得來不易... 這還是我們... 南上... 南老師的... 威德的加持... 佛雅老師的寫字... 才能夠完成的... 好... 那接下來在1995年呢... 師傅就... 從亞洲... 就... 拓展到... 美洲啦... 所以... 師傅應這個... 美福會的邀請... 到紐約莊園市... 以及新澤西州的... 這個... 統領大眾的修准提法啦... 這個是師傅到美國的... 大概... 我應該是說... 前後... 1995年到2004年... 總共10年... 美東美西... 傳法10年...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密集... 請我到他那個... 那個... 紐約莉... 的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切爾序... 我記得叫切爾序... 的地方... 是他的... 北野... 在那邊啦... 對... 第一次... 那麼... 到達那邊說... 已經有... 大概幾個月都沒有... 沒有下雨啦... 那麼... 噴水都是要用... 用... 用... 管制的... 結果我們... 起鄉的第幾天... 就開始下大雨了... 龍王菩薩... 我們... 龍王菩薩是我們... 准提法復法神啦... 所以... 基本上... 不可思議的... 所以... 師傅... 這個坦卡上面... 有龍王在... 扶持這個... 本禮佛母的... 對... 對... 所以... 密集是... 有密集的情法... 我第一個... 到美國... 傳法就是他家裡... 到美東去... 美東去... 去兩次... 對... 去兩次... 哇... 太有福報啦... 好... 那麼... 1999年... 更接任... 美國佛教會副會長... 那麼... 也接任... 莊園市及大爵市... 住持兩年... 對... 對... 好... 這個就是... 這個相片是在佛亞... 閉關... 佛亞塔閉關... 迎接你出關的時候... 對... 照片... 你知道你怎麼找到這個照片... 很珍貴... 想辦法去找... 開寶寺給我了... 開寶寺給我了... 開寶寺幫忙了... 對... 因為我們昨天才開始... 前天拿寶寺... 對... 開宗法師... 開宗法師去迎接... 師傅出關...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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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難得... 非常難得... 那時候師傅的法名... 還叫重製法師... 呃... 都有... 重製所遺都用... 呃... 是... 蘭老師... 一見面就說... 呃... 蘭老師啊... 你海外的... 地址多啊... 關係多啊... 你... 能不能幫個忙... 我們... 中國國家學會... 因為兩千套... 黃三十金... 那麼... 下部資金... 壓在哪邊... 你能不能幫個忙啊... 蘭老師... 電話一打... 就打給我... 他說... 我隨便找個學生... 吃個幾百萬...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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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會有效的... 你要不要做... 我說老師... 你都開口啊... 我還能不做... 我只能夠依教奉行... 啊... 就這樣子... 跟... 跟這個北京... 跟趙普老... 中國國家學會... 開始有互動... 這是黃三十金的意義... 一百部... 那麼... 一部等於等一百萬... 要一萬人民幣... 一百套等於一百萬人民幣... 這個三十年前... 非常難得... 好... 再來就是1991年... 那麼... 這個剛剛講過了... 就是... 那個書的事情... 那麼... 1995年... 十方禪寧又向海南山雅... 南山寺做了見證... 這個書也說明什麼... 哦... 那... 也是... 也是個英言嘛... 啊... 那麼... 應該是... 當時的海南省... 應該是文化部部長... 洪洪部長... 那麼... 特別去到香港... 去拜會藍老師... 他說... 藍老師啊... 我們暖省長要在海南... 山雅要建一個唯一的叢林... 啊... 難道你能不能幫忙... 啊... 看個地理啊... 難道說... 哎喲...我沒有學過啊... 你到北京... 這個... 我問... 我問... 奇怪耶...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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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就由那個... 我... 胡承越教授... 陪著... 還有... 李士美... 陪著洪部長... 到北京... 胡亂塔去看我... 我說... 奇怪耶... 我從來沒有跟... 幫人家看過洪水啊... 地理啊... 那麼... 只是... 陪著藍老師... 到東南部看了幾次... 會看杭照圖... 他... 那... 黃照圖一攤開來... 啊... 黃照圖我會看啊... 我說... 貼口之斷... 就這麼的一段陰影耶... 那... 那... 我說... 哎喲... 這個... 南山是將來的鄉口很旺啊... 那... 很旺... 很旺... 那... 我說... 要嘛... 就是... 大概... 大殿要炒什麼荒位... 做什麼荒位... 炒什麼荒位... 我說... 不過呢... 太旺啦... 出家沒有時間... 看經打坐... 就吃不了人才的... 有沒有... 出家變成應復生... 那麼... 又... 想要... 培養人才後面... 後山呢... 那個... 後山... 有一塊地是絕線... 從杭照圖給看出來... 哎呀... 說藥老師... 你太厲害啦... 那可是... 我們部隊住只要鎖在地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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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現在還不能講... 那是一個... 一個... 整個點到為止... 私下可以跟人談... 公開不能講... 啊... 那個... 總之呢... 啊... 我是鐵口之斷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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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應該是... 必有料中嘛... 啊... 不是我的... 懂洪水... 其實... 也還是... 得... 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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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傅... 2005年耶... 師傅開始到上海去閉關... 一年...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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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對對... 這個... 到... 南老師的那個... 啊... 長花花園... 啊... 長花花園... 這個... 閉了一年... 閉了一年... 對對... 第二年你又轉到... 五一三... 五一三... 閉關兩年... 啊... 應該... 在... 在五一三前後兩三年嘛... 兩三年... 兩三年... 那麼... 變成... 從... 剛開始... 正式閉關... 後面的... 硬盲起來... 變成... 方便關... 所以我... 兩年內... 我把它... 折成... 變成... 一次關... 我不能... 我對... 自己要求... 那個... 已經不算是... 很正式的關了... 轉變成... 方便關啦... 那麼... 一有空... 安排到... 四次風華打氣... 回來... 累了... 趕快... 那是... 那是... 風便關... 好... 謝謝... 那時候最重要是... 設置的... 建立了一個... 如來... 然若... 然若... 對... 現在還有嘛... 現在還在... 請說... 我們信眾很多... 對... 那個... 環境很好... 是... 好... 2012年... 藍絲園集以後... 殘寧就... 恢復十方叢林樹苑... 以及... 五一山... 閉關中心... 我們開始轉以... 十方學堂的新面貌... 程序... 這個... 魯士道... 三家文化的... 這個... 優良傳統... 好... 那在208年發生... 一個大地震... 四川文化的... 那師傅好像也... 我們捐了很多錢... 好像大概... 三千六百萬... 過去... 那個都是弟子我們捐的... 不是我捐的... 對...當然師傅帶領... 我哪有那麼多錢... 這個窮生啊... 是平生啊...哪有錢啊... 師傅帶領... 這是弟子他們自己發現的... 是... 所以... 並且他們舉行一個法會... 超渡一些王魂... 對... 應該是在... 在大火產業... 我們有奉會... 一次... 好像... 大母三獅子... 我記得... 是... 還有... 2009年... 師傅結合... 碧天地觀... 以及... 洪華行願... 在台灣... 大陸兩地... 馬來西亞... 東南亞等... 密集的... 這個... 做... 準題專修... 那麼... 當年也創辦了... 中華十方準題學會... 所以... 現在師傅在東南亞... 很多的... 這個... 這個... 東南亞... 應該前後以後... 十來年的... 十來年的... 馬來西亞... 尤其是馬來西亞... 對... 是... 那麼... 華人很多... 對... 現在... 今年十二月份也有了... 也會去... 好... 那麼... 201年... 每年閉關... 內修在外洪... 以... 基... 福德之良... 這師傅... 一直在做人... 每年都是... 榮麗的... 一夜底... 一夜的... 黑夜入關... 到榮麗的... 六... 農麗的六十五號... 那麼... 池關... 總共四個... 四個八月... 明年固定的... 四個八月的關節... 是... 那麼... 上半年是... 下半年是... 上... 上半年是... 這個... 職內修... 下半年是... 外洪... 是... 好... 那這句話... 是我從師傅的一個... 著作裡面... 我覺得這句話... 很有鼓勵作用... 所以... 特別把它... 提出來... 那誰來... 念一下... 可以... 對... 準題法... 不論你有... 無... 佛學... 知識... 都沒有關係... 要看有無... 淨土... 善妖... 性... 願... 行... 另一樣可念道... 感應... 到焦... 准提法 不论你有无佛学知识 都没有关系 要看有无净土三药 性愿行 有一样可恋道 感应道交 师傅的法语很多 不过我翻到这句话 我觉得很有激励作用 让大家更有信心 感谢师傅 感恩师傅 好 那这个就是师傅写的 这个谁来念一下 谁来念 他是老参喔 老参喔 看他白样子的 星光无量 星月孤弦 星... 那... 星光无量 光阴交流 星月孤弦 气吞望向 是不是这样念 对 对 对 有我们中国传统都是 有... 有... 因为我家里都摆 排成所是准提佛 武士在中间 所以一下子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 或者都一样 心...心月孤弦 国际月孤弦 就是这样 气吞望向 光阴交流 星光无量 对... 这是标准的... 标准的... 谢谢 因为... 这时候... 1988年 那时候我... 身体不好 有一种... 一种... B型肝炎的... 这个倾向 一年有起马黑的 嗯... 那么... 所以去朝拜... 1988年... 那么去... 扫光囊或朝拜六族的肉身像 回到香港 那时候... 你怎么把身体搞得这么糟糕啊 给你两句话啊 得贼归来好修行 这两句话就是... 心月孤弦 气吞望向 那么... 心月孤弦 其实就是死相般若 那么... 气吞望向 就是... 借地气 那么高的... 的心二上 要落实在... 身心的变化 那么... 气吞望向 吞什么向... 气... 气吞什么望向啊 我们的气... 其实... 在... 在内心来讲... 叫习气 贪嗔痴嘛 也是我们的习气 酸脏麻痛 是我们的义气 我们的环乎 基本上... 塑是两股气 所以... 觉得很... 很难过 很不舒服 那么... 气吞外向 又... 这个... 最高的... 史相般若的... 等于... 那么... 道成道士讲的 就是... 鲜悟疲伐阶 气吞外向 这算是... 霍修普贤心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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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转我们的习气 转我们的习气 习气 是转... 把我们的心量打开来 那... 习气把我们的... 身体上的障碍 酸脏麻痛 种种病苦化掉 这两... 习气、夜气 转爆不了 那... 你讲的道理 再高都没有用的 那么... 这个... 习气跟... 那么... 把心夜孤显跟气吞外向 这两个记忆 融合在一起 正好是光阴交融 光是星光 光是波罗...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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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就是阴,阴就是光 所以你念到光阴交融的时候 就能够念到渾染万五 自然见到星光无量的,无量朔 无量功的极乐境组的境界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四季法,其實含义很深 非常广 这是很重要的 阿弥陀佛 感謝師傅開示 好 這個是師傅什麼時候 就是在南普頭的官房裡頭拍照的 在南普頭是什麼 像我們南普頭的官房 你去過了 我跟開機師 對對對 我的官房就是個 這樣 那時候我跟開機師去的 然後我們張大機師到我那官房 一直以後爆坑就開始氣動了 開始在開機器 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那磁場太強了 尤其師傅閉關了 慘愧 可以 我弄低一點太高了 還有就是我們十方雜誌 十方雜誌 也是廣碩大眾的歡迎 這是我們在鵝眉道場 這兩個 師傅要不要解釋一下 兩個對人 那是早期的 南老師用的那個 對準迪伯母的一個禮戰 十萬如來啟下拜 那麼就是 所以就佛母佛母就是 般若為三世諸佛之母 佛母佛母不是說 佛的母親叫佛母 而是說般若才是 三世諸佛一起的母法 所以佛母佛母其實是 大般若的修行方法 所以在十萬如來啟下拜 其實不是 拜的是我們的心 好 那麼 百千 法門 百千法門 百千法門同歸心 同歸心 一切為心照 那麼 整個準迪法次次告訴我們 一切為心照 其實南老師 這也是禪宗 這也是波勒 這也是心地法門 十萬如來啟下拜 百千妙門總歸心 感恩 感恩 這是早期南老師對 準迪弘母用的一個對聯 感恩師傅 這個是師傅 在帶領共修的時候 這個是 這是早期南老師的法本 無上甚深妙祕法 這是南老師的法本 最新的 最新的 那是我今年的重新編過的 第三編 第三編 所以上面是三編 三編沒有錯 那是今年的 今年的 最新的 最新的 我總共編過三次 喔 真是的 我們期待 期待 這個一二三編也沒有不同 因為 早期南老師的法本 標示的時候 未經冠頂 不可換一 換都不能換 看都不能看 那 那麼 我說 那這個 不是法門的 限制令嗎 那這樣的法門 怎麼開展 那 當時 1980年 我們創辦 始終創人事業 嗯 這些學生 都要 要教他們 念作 但是又不能看法本 那我怎麼弄啊 所以 我是從這個 法本裡面 把它 再調木畫 把它精簡為 剪軌 經過南老師 南上司 同意的 這是第一編 第一次編輯 從法本 變成剪軌 那麼 到了 南老師 呃 2012年的 演技之後 我想 這個 老是用這個 這個剪軌不是辦法 所以到2014年 我就把它編 再把它編毀成 從 從這 劃本 第二 那麼 這是經過 從2014 已經經過 用了五年 啊 我今年 身心變化很大 轉化很大 所以 我想 我又 必要把它重新 再把它 符合 而且 當年 幫忙 南老師 紀錄的 一個 不性戀的 我覺得有很多 口 很多 口誤 沒有把 當時 南老師講的 校對出來 那麼 這裡頭 要有實際的 對照 現在沒有東西 我就 沒辦法對照 師父您的意思是說 紀錄的人有誤 有誤 不可能 滑本 滑本不可能有 那是 那是大神大師 血命原通 成果新藥裡面 才有的 但是他沒有標示出來 他以為滑本 我說滑本沒有啊 沒有 這個 等於說瞎話啊 我就把它 統統改 這次第三邊 統統把它 錯誤的統統 把它改過來 師父您這個修訂太重要了 但是請問師父 您剛剛說這幾年用功嗎 特別用功 身心有些變化 那這個身心變化 跟這個 法本的修訂 有什麼關鍵的地方 那當然 那一定的 這個我主要這次 那麼 嗯 保南老師所提的 他講 一代講的 這個中密整體法 他說 嗯 他那一年 在俄美山 避了三年關 三年關之後 後面還有一段時間 沒有緣滿 因為 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他 那有關部門 催著他也趕快離開俄美山了 那之後 離開之後又到了 樂山嘉定五通橋的 都保寺 又避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得到 溫師菩薩 現身來傳說他這個 這段地方 所以才有法本的詞弦 那麼 就是在南老師的 很多人 講 講這個準題法 裡面都有記錄的 甚至 我們的 準題法 我們簡介也是南老師 親自改的 他親自假的 那 那麼 所以這個 這個 啊 那 難道是這個 這 準題法 已經有別於這個 開眼 開眼三大師的 唐蜜準題法 已經多少還是不一樣了 但是在我看的還是有他 這個 一面相承的 一個 那有的 那我個人 那麼想 哎呀 那既然 那是講 中蜜準題法 我乾脆就把他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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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清言 所以說 叫做 中蜜準題法 中蜜準題法 好嗎 那麼 所以我特別提出了 中蜜三綱 中蜜三綱 剛我提出了 這是 以這個 中蜜三綱 這是 心之體 這是 佛教的心理空位觀 第二個 生命科學 因爲那老師在 下面南普陀那次的 打七 用的就是 生命科學 以長雄世界 那什麼是生命科學 其實生命科學 是心之下 我們中國傳統的 中蜜 中蜜很多的 包括黃妮妮精 其實都很多 是道家人物所開發出來的 就是 道家生理 這個養生管 整個 這個 中蜜系統 非常 應該 應該來講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 對中蜜的研究 我覺得 唉 中蜜真了不起 中蜜真了不起 未來這時代 中蜜還會抬頭的 那麼 中蜜真正的是我們的 從 練動 氣動 到心臟調動 他這個講的是 紅教講的 山脈氣人 我們的 練動 其實是中蜜 中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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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蜜 右蜜 左蜜代表這個 心包經系統的 那麼 中蜜屬於心經系統的 心經 小的心經 中醫療講 十二經路裡頭的心經 其實代表心而上 心而上 為之道 那麼 就是練土 那麼 所以 這個心經引領的 小腸經 膀胱經 那麼 那麼 這個聖經 整個 水仙天的 水仙天 這其實是 我們的 一個 吸氣 吸氣 練土 那麼 所以一個人的 情感 太豐富 情感滅集之的時候 那麼 注定你的 生命 是要 摔摔白的 所以會 嗯 那麼 什麼 我們 台語說 哈嘯 百姓 那就是 那都是 我們的 練土 情愛滅絕之 所種下的 這種苦果 就是 屬於 這個 這個 先天系統 所以先天大家曉得 什麼叫先天 練土 練土是先天 那麼 練土之後 感到到 身體的變化 噢 噢 呼吸往來 呼吸往來 其實就是 幼脈 幼脈就是 就所謂的 這個 肺經 引領的 大腸經 那麼 脾經 胃經 那 這個 練動 氣動 心臟跳動 心臟跳動 水心包經 嗯 所以 心包經 其實其實 我們佛學裡頭就是 身根 佛學裡頭是 身根 你說哪一個 身根 身體的身 身根 身根 那麼 因為身根來講 我們 牽拉你哪裡痛 那就是我們的 刺解神經 那麼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心包經帶領的 三交經 有 下交 中交 三交 全身的 這個 呼吸啊 血液循環系統 都屬於 這個 心包經 所帶領的 那麼 也是 水行而下的 那 那麼 帶領的 所以 這個 心包經 帶領的 這個 三交經 這個 膽經 肝經 這 死於 造水系統的 死於血液循環系統的 所以 右邊 屬於這個 呼吸系統的 消化系統 排泄系統 都有它的 所以 中醫 非常的 真的是 生命科學 那麼 第三個 是 普遣行業 心之優 這是 嗯 這是 儒家的 一個 倫理 律師觀 這個 這個 系統也 非常龐大 所以 那是 講 儒家 相當於我們活教的 立宗 啊 講的 五輪啊 講的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啊 所以 也講 這個儒家 相當於這個 飲食店 我們 人活在現實 一定要 跟現實妥協啊 你把人際關係要弄好啊 你的 你的 人緣才會好啊 你才會 得到 主管的賞識啊 氣重啊 體靶啊 你倫機上關係搞不好 你很多 趁不難行啊 所以這個是 先之優 那麼 其實 體相用 來講 啊 在大腸體性人 來自一心生二門 啊 啊 所以 啊 這個 體大 相大 用大 那麼 大家有機會 我剛剛當三明治的時候 非常喜歡看大腸體性的人 大腸體性的思想體系架構 邏輯很清晰的 那麼 它完全跟產中 跟華人都有關係的 啊 那麼 大概是 所以我用的是 中密三鋼 配合的 真言九藥 真言九藥 講起來 話長 師傅 這個今天能講嗎 今天能講嗎 大鋼 大鋼 開法師 你看各位 嗯 我看那個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 尊嚴九藥 那個牽涉太廣泛了 師傅 那我們跟你預約好不好 啊 那個 很快 對對 會有這個 我的 都已經 文字稿都整理出來了 喔 已經有 那個字說小一點 那個請那個開卸法師幫忙一下 中密三鋼 尊嚴九藥 這個師傅是您自己整理出來的 我自己整理出來 哇 我多年了 傳跑紅髮的經驗塔 加上自己 避三十六師閉關的 身心變化 啊 師裡面有 有有有有 中密 一個中密修正常觀劑 我的心思到今年下半年會出來 下半年就可以出來 對對對 太好了 這個保我三十六師閉關的 這個精華部分 都在 腦骨翅膀師準備 這些正在審核中 那我們一種 班級啊 包括腦骨翅膀師 正在幫我審核中 因為有的 重複部分 也把它 把它 擅置掉 那麼 這是把握我三十六師閉關的 一個 一個精華部分 都做 那麼 尤其今年很重要的 尊嚴九藥 裡面都有的 尊嚴九藥部分 可不可以請師傅概略的跟我們說 都可以 尊嚴九藥的 醫師尊嚴簡卜清真嘛 簡卜清真其實就是 傳宗的導航 那麼 我們不管世間法是世間法 哪個人的思想體能夠 能夠 經過整理過 畫幻為簡 所以這個簡 是簡一 啊 啊 那麼 啊 這個 把很複雜的 變成很精簡的人 所以叫簡 那麼 準理法也是簡中之簡 密中之密 那麼 密中之密 就是剝入會關 簡中之簡 就從 老實持著 唸清詞 聽清詞 下手的 那麼 啊 所以 這個 第二個 普走 就是一種 堅持忍持 一種執行力 啊 那麼 不管 練得好不好 總要有個過程 剛開始 難免會練得奠奠叨叨叨的 啊 那麼 但是要我們能夠堅持 欸 慢慢慢慢 一回聲 兩回首 首次轉身 首次後 那麼 你去牽 牽著座椅 座椅來牽你 慢慢 跟著你做 打成一片 融合在一起 那個境界是七 那麼 真呢 練到渾然忘我 那 那是真 啊 所以 這個 剪的下手是 是 練秦 各位 練秦職 聽秦職 練秦職 這是大師 菩薩內侯眼瞳 聽秦職 是官孫 菩薩二根眼瞳 這是西方三聖的左右兩大師 那麼 練秦職 聽秦職 到成熟的時候 對著最親戚的時候 那是 啊 啊 啊 那個 那 那就是練練分明 各位 練練分明 那是定輝 定輝的一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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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定的 的狗 那麼 那麼 所以說 念秦職 天秦職 這是 既定一 啊 啊 那麼 練練分明 這定輝國 定輝國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就是 練練分明 最後 練練本空 啊 那麼 練練分明 這個 定定 禪定 現現了 練練分明 波羅會現現了 整個佛法大道 那麼 就在其中 所以 練秦職 是大師是菩薩拉接引的 聽秦職 觀音菩薩拉接引的 你練分明 是阿彌陀佛的接引的 這是 大道地地的法上的西方三聖的 那麽整體法 也有 也有 他的下手是 這 口命練作 啊 這 這是 這是 這個 啊 啊 最簡單的 那麽 師命 解鎖意 就是通 五臟六腑 啊 那麽 練作 一口氣一口氣 正好是 只要我們 只要我們 經常起這個 善念正念 你身心變化 你的昏味就一來一好 你的 磁場一來一好 啊 啊 那麽 感到到我們 色身的 這果報 所以 練秦職聽盡 這是 這是演 啊 那麽到了 嗯 啊 到了這個六根的 所以我經常講 六四是音 起心動念是音 啊 那麽 善言二言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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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成 六成就是演 六四是音 六成是演 六根就是果 音嚴果 音嚴果 我們人每一個人都在 隨時都在 音嚴果的境界中 那麽 所以 練清詞 聽清詞 到念念本空 那 整個大道就先前了 啊 所以 一密觀想 一密觀想 其實 嗯 這是密中之密 可 可密練作 簡中之節 那這些 那這些 都是 都是從淨土 提升到 到密法 從密法 提升到 禪宗 禪宗最高的 禪宗三綱 從有念念到五念 從有 我們的觀想 也是從有相 到到無相 實相 無相 那麽我們的心 用功效首是在 有所安住 念作觀想 讓我們內心有所安住 從有所安住 到無知 應無所知 那 那 這正是禪宗的 禪宗以 無念為中 無相為體 那麽 無知為本 禪宗上綱 融在一起 基本上 那麽 整個 菩薩三綱境界 色力儀界 色善法界 饒益有情界 這是 保家福 一路上修行 都要靠菩薩界 你的界行圓滿 你的福的力量夠了 你的障礙就少了 這是 產經的一米 本一家 完全融在一起的 師父把這個無上的密法 這樣嚴簡意概的跟我們分享 師父我們還想跟你預約呢 這個 尊嚴 尊嚴九要 那 如果預約的話 我是想 1月 1月9號時候 我想在台北兩天傳法 傳法就可以把這個 經典的部分把它點出來 那麼 場所 可能 傳臨的 台北那個十一樓傳檔還是更大一點 那個可以容納 我們每次傳法都是 都是一百多人 那可能這個地方就是讓不了 場地我們來想辦法 不過先跟師父一約 我覺得 今天師父真的是 對這個法完全不償失 而且是 最貴重的法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學習的法最要緊是什麼 就是這個法有所本 那個源頭 那個傳承的源頭 所以我們從師父這裡 然後又追射到南師 然後一直往上追射 這是一個非常貴重的法的傳承 那師父 我們可能這樣 我們今天預定是在九點半結束 那我們待會有一個小時 請師父來帶我們 帶我們大家能夠來嘗這個法味 那麼在結束之前 我覺得就是師父在這一本那個 波桌殘觀日記裡面 我看到好幾頁那個照片 非常的感動 譬如說在這裡你會看到 那個 因為那個師父有寫日記 然後這個日記是怎麼樣給南老師看的 然後那邊叫佛光山嘛 就用 透過護官 用郵寄寄到台北 然後是看完 批好完了 又寄回來嘛 這樣一來一往嘛 師父 我們把那個南老師這裡有一段 很重要的話 那麼我想請那個 慧琳菩薩你來幫忙念一下 王師兄在 王師兄你來念一下 看得到嗎 就是1978年 那麼南老師有一段話 就是對這個手衣法師 這一個日記 那個久了一點班黃 很清楚是蠻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看了很感動 特別是談到反省這一部分 67年午1978 揚曆2月 二日夜月弊 對了日記就照此寫下去 事法初事法 眾反省公身方有成就 反省也就是餐的一種 亦可謂是餐或今思之別名 佛經稱禪定為禁律 此即真反省 雖此入不怕不成道 一日不反省放逸 極墮落入輪轉中 這個很謝謝那個王師兄 我覺得你看南老師 他在回應手衣法師寫的日記 這麼親切的開示 而且我覺得南老師在這裡談到 所有一切的功夫 修行的功夫離不開反省兩個字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慈濟大學的時候 那個我們有宗教研究所的同學 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映老 他在慈濟看病 最後那個兩三年 然後呢 我們學生就去見映老 請問說師父 佛法的修行八萬四千法門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映老說只有兩個字 反省 所以你看這個 東海有聖人出 西海有聖人出 見地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個 在南老師給索伊法師的這一段 日記的一個回應裡面 特別提到反省這兩個字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看了這個 就打開這個上次師父送我的這本書 我看了好幾個 非常的感動 還有這裡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索伊法師寫的日記 右邊這邊 然後呢 你看那個南老師怎麼寫 此段反省甚好 你看南老師看了那麼仔細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到說 師父不斷不斷的閉關 這裡面最貴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請問你閉關有哪樣的一個高人 可以在那裡指點你閉關 你每一個地方用過的地方 他都盯著你 哇 師父你這個福報是怎麼來的 就是你跟南老師怎麼可以這麼下 還有下一個頁 那個沒有秀出來 這是我們前兩天去看師父 我們跟師父談得很開心 我覺得跟師父修行就是這兩個字 開心 所以我看師父 您剛剛那個南老師那一段話 您可不可以再補充說一下 關於反省這一部分 其實反省的話 反到自己心裡都去了 有爭有檢都是煩惱 有生有滅都是煩惱 唯有到了 還想到了不生不滅的境界 那才是清靜心現前 我們對人對事 有些疑惑 有些懷疑 這就是煩惱根 所以 唯有真正自己心地擺平 內心的潔性徹底的 看通看透了 放下了 那是喚醒到了極致的 喚醒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放下了 明白了 釋懷了 內心的 從環擾變成清靜了 光明了 這才是我們要的一個解脫境界 不是在那邊計較融我示威啊 人們這個得失啊 那些都是 有生有滅 有爭有檢 有垢有盡 讓我們這個 那麼 昏昏擾擾 那麼 不得安寧 所以 環神的結果 當然 徹底地 進入到正大光明了 內心是很正的 無量無邊的 所以正大 這種正大光明 光明正大 光明磊落了 這才是清靜心的限量境界 有了所有的報告到這裡 終於端了 謝謝 感恩師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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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非常感謝張師兄的用心 因為我們在一個星期前 拜託他說 師傅來 要請你來 因為你親近師傅這麼多年 你要跟師傅來做一個介紹 然後他就馬上 就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然後也特別感恩我們開保法師 沒有保留的支持這個事情 來協助我們完成這樣一個資料的收集 我們今天跟師傅這個緣分是怎麼樣的 那個師傅跟我們那個呂章 還有我 我們三個人 同年 都是1947 三坨豬 三坨豬 我們是公豬 然後我們那個印度的室友居室 也是同年 所以我覺得說 為什麼要提這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法得很盛生的這個因緣 那我們大家非常的喜悅 師傅剛剛講一些話其實都很 很有深意的 要放下要釋懷 要不計較 這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人的計較沒完沒了的 你不可以放下的話就變成 一直讓自己在自己折騰自己 所以就大家都很辛苦的 所以師傅我們可不可以休息 你要不要休息5分鐘或10分鐘 可以的 然後待會我們下一段很重要 前面這個都是師傅給我們開示一個 用功的一個正思維的正見的一個方向 那麼我們下一個小時 我們就是正行 我們是要真正去體驗這個法的這個殊勝 所以師傅你看5分鐘或10分鐘好 你安排 我們就停10分鐘 那這10分鐘 對不起 這個我們休息的這個時間有沒有 大家一定要質疑 因為師傅已經把我們帶到一個法性之流當中 你一說閒話 我們就從那個流裡面又變成是流轉了 就這個顛倒了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保持現在師傅帶領我們這一個多小時 保持在這個法性之流當中 保持那一份親近 保持那個光陰交融的這個境界 這樣我覺得今天我們師傅來帶我們這堂課 這個才沒有讓師傅白辛苦 所以我們大家安靜的 我們現在起立向師傅問訓 然後休息10分鐘 我們就各自安靜的回座 謝謝 我們感恩師傅 我們修法之前 首先 那麼整個整體法其實 只有四個字 金剛念誦 金剛從道神道師的主要的說法 那麼金剛的境界是彼徒法界 所以整個整體法的修持 其實就是道神道師這兩句話 先無彼徒法界 佛修普賢行願海 恩 所以我們所有的觀想 就是波羅會觀 怎麼讓我們進入到摩核波羅波羅密多的 我們的清淨心的限量境界中 恩 這是最高的一個主導法則 恩 所以 恩 不管 這個整個準題法的修持 其實它總共 恩 有 有三個加行法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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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整整題的 恩 本真法 總共是四個座椅 那麼 一開始 這個念經法紀座 附身座 就是觀想 頭頂上一個蠟子晃白色光 恩 我現在的教法也不同 當我們蠟子的光明起來的時候 把這蠟子的光明 融入到命門的明點 命門的明點 這是 這是一個很 很深的 因為在 我在四十二年前的 第二次的波羅關裡頭 其實我的命門 就已經 那麼 呈現出來了 所以 這個成形波爪 讓我打開了命門 但是 不懂珍惜 我又把它悶回去了 到了七年的 南葉橫山的時候 那麼 我才正式 切認 命門的重要 所以 這個命門 是 這是我們的 在 在南喪師 其實也有開設的 嗯 那麼 這是我親自 親自感受到 親自 這些修 修法中得到的一個 當命門一打開的時候 整個所謂的左行器 右行器 中行器 下行器 那麼上行器 整個起來了 一起十第六裡面講的 這個 這些 啊 這個器脈現象 那 真是 真是有的 所以 包括 林瓦巴的 那 大人們講的 三脈七人 這些都有的 其實三脈七人 跟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 中醫的 嗯 這種 所謂的 那麼 五湊六湖啊 十二精肉啊 那麼 七精八脈啊 那麼 任毒二脈 它都有 相關的 啊 這方面 我又自己 去用功 去 修正過 才曉得 喔 原來 它是一體的 要把它 融會 灌透 那麼 所以 關 所以這個 整個 一個 波羅會關 就是 密中之密 就是 這是我們的 等於說 現在的 喔 要去哪裡 要導航 嗯 這個 導航來講 相當於 達文大師講的 李日 嗯 嗯 那 李入 李入 霧大道 啊 那麼 後面的 這個 練作 啊 練清詞 聽清詞 練練分明 練練本空 這是 加行法 加功用行 這是 禍修普選行案 那麼 如果你 悟不了 譬如法界 其實你的 念作 這個 功力 是 被打折扣的 如果兩股力量 禮日 跟行日 領在一起 達磨大師的 二日 事情領在一起 那力量很大的 啊 對我們色深的轉化啊 啊 啊 那麼 所以我想 大家 這是 今天沒辦法 講那麼詳細的啊 啊 現在時間 時間還有40分鐘啊 我只能夠精簡的 來跟大家 做個介紹啊 啊 啊 那麼大家 所謂第一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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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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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色有障礙 心就有障礙 所以色不依空 空不依色 只是 我們還在體會中 在摸索中 啊 到等到摸索成熟了 通透了 原來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所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塑想 形式 亦符如是 然後一路 空到底 愛就空到底 嗯 那麼 其實 整整個準題法 金剛念誦的 其實就是 心經的 波魯會觀的一個 實際修正的一個限量境界 師傅 很多同學不知道命門的位置 啊 命門的話 那麼前面就是肚臍 肚臍對過去的背後 被擊補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命門 命門呢 相當於 三廟區裡頭的棋輪 其實它是個地帶 那麼命門其實就是肾臟的中心 肾臟的中心 那麼 嗯 所以這個肾氣的一個精華所在 那個 在座同學 因為師傅今天是 第一次 就是把這麼一個很關鍵性的一個 幾十年積累的那個奧秘 傳給我們 所以你先確定 你知道你的命門當然 自己去摸摸看 好不好 然後 那個 因為我們也很幸運 今天有幾位法師嘛 那麼 請法師 或者我們請那個 我們神建築師 是不是也幫大家確認 你現在已經找到命門了 師傅你看可不可以這樣 那可以了 你法師 那麼我們的鄭老師 他是修復陽宮的 對啊 跟很久了 復陽宮他是修一所命門 他修一所命門 對 命門前面摸的肚臍後面的 背棋骨這地方就出了 所以 師傅我看是讓大家確認 因為要不然這個用功 用不上功 好像那個導 什麼 那個導航沒有導隊 那就麻煩了 對 好 所以每一個同學自己摸一下 你覺得現在師傅講 你的肚臍的 對過去那個脊椎那個位置 對 然後你自己摸摸看 然後師傅你可不可以 我們女眾的話請兩幾位法師幫忙 還有那個師傅也幫忙 然後男眾也請那個 那個正老師 還有我們那個神建築師 那個都是跟師傅特別久的 那麼 確認你知道你的命門在哪裡 好 這個很重要 那個 那個男眾請你請正師兄幫忙 好 惠琳你是女眾不可以找她 那個我們請女眾師傅來幫忙 幫忙你 你趕快找女眾師傅跟你確認 這個佛法 你知道嗎 你也是剛剛今天看到師傅 傳這個特別的訪問 他在江西 早就知道了 你可以哪一公里早就知道了 那個 曾志兄你也幫忙一下 我們這邊男眾也很多 請你指點一下 我去姻味 那下 最後那姻師傅 是否是陰 déc六 Rebel 好 只要你經常觀想到地方 觀想到地方 命門的地方晃光 明點就是一點光明 這一點代表般若會光 所以明點其實就是心意 心意就是明點 心意大一點 明點小一點 一樣的 大家跟著師父念一遍 心念 心意大一點 心意一亮的 心意大一點 心意就是明點 明點就是心意 就是心意大一點 感受上好像大一點 明點好像小一點 其實大小相容 大小相容 哎呀你花一千萬請不到這個法來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那要開始了 那我們開始大家 那麼 師父你還沒有講解金剛念誦 剛才其實金剛念誦已經講了 心意孤顯 包括這個蠟色的光明 太就是心意孤顯 顯在哪裡啊 顯在我們的清淨心的限量境界 清淨心的限量境界的話 那麼無有邊際 無有對立 無有矛盾 那麼其實心意孤顯就是 應該是色心不二的一個清淨心的限量境界 簡稱為心意孤顯 孤顯 孤 孤節 孤靈靈的 它是 它是不二的這個境界 所以 是個大無外小無內的一個 我們的清淨心的一個限量境界 所以用這麼樣最鬆晃 最空靈 視著無相無我的境界 的這個內心境界 來此念這個聖昊 這個座椅沒有不連驗的 同時又把這個心意孤點 融到命門中 更加的精準了 就是 我們的 海比書 一般來講 我們的心臟 這個在密法中 叫做心脈輪 就是彈宗禧這個心脈輪 彈宗禧這個心脈輪 其實 這個心脈輪 有心而下 有心而上 那麼 心而上的 都叫做心經 心而下的 叫做心寶經 那麼 所以 心而上的心經是幸福 形而下的心寶經 叫像火 形而下的心寶經 叫像火 一個性 性子根本 那麼 那麼這個 像就是表象 那 如果你觀想在彈宗禧 還是 還是火水危機啊 你把 把火擺在上面 把水擺在底下 好 那麼 那麼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我們的五臟六腑 哪個地方 屬於這個 死水呢 腎臟死水 所以 一定要 在腎臟的中心地方 命門這個地方 觀想光明點這個地方 它正是水火香氣 因為 把火放在底下 把水擺在上面 水往下 火往上 正好融在一起 如果火在上面 水在底下 火是往上燒的 水是往下降的 火水不交 火跟水不交 一間的道理 火水未濟啊 產生不了關係 所以 我有在命門中 命門是十二關 《皇帝內經》這十二關的真金真主 它是 那麼命門是 是真陽 也是 也是尊水 不可思議 生命不可思議啊 這 唯有大家慢慢去研究中醫吧 我實現上關係 我沒辦法 相機那麼講啦 總而言之 你們 那麼 整個陰生 從命門的明點的光明點中 湧現出來 這是光 整個陰生從這光裡頭湧現出來 光跟陰交融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那 產生前身的松晃空靈 所以 光陰交融 星光無量 那 那麼 現在大概整個這麼講啊 好 大家 啊 那 右手接金剛前移 把 右手大拇指放在五名指第一節握前頭 這叫金剛前移 直接放在右腳膝蓋上面 左手可以放在 放在膝蓋上面 那 那麼 口密齒念 競法節奏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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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師噢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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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M VAM 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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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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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M DEM AOM DEM AOM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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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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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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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一次現的時候 把拉回到 跟命門的名點 放在一起 命門的名點就是拉字 拉就是 命門的名點 無二無別 那麼 口密承念 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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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啊 第一個字是 哦 第二個是 口翅膀加上牙齒的齒 第三個字是 口翅膀加上臨死的臨 三個字是 彈聲音 念起 念成 哦 吹 一樣是 三期二十一遍 每期一遍後面加個說法 三個字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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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阿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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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M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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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M AOM CHAIN 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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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N A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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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om 前 生 持慢三七二十一遍的附身正眼之後 把右手金剛前衣提起來五次印的轟 第一個頭唸的轟字 轟 左肩 轟 右肩 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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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把金剛前衣上去頭頂上 此身急轉成金剛密身 自摸不得其佩 然後進入第三個架型法 神秘雙手接一連花手印 大家把連花手印解起來 大拇 我們合掌的位置 把大拇指跟小指朵相抵 其他再拱起來 就像一朵 含苞帶晃的年花 這簡稱為年花手印 那麼 一密觀想頭頂上 四壁觀音 觀想在自己頭頂上 晃白色光 當四壁觀音的光明一起來時候 一樣 把這個四壁觀音跟光明 融入到命門的明點 跟明點 命門的明點融在一起 五二五百 再加上 口密承念 六字大明咒 嗡 曼曼曼曼曼曼 一百零八遍 我們是念的是漢音 當年南上是傳的 現在也不談什麼 什麼 鮑利文啊 藩文啊 我們直接是從漢音開始下手的 呃 整個六字大明咒的陰聲 從命門的光明點中 湧現出來 呃 光就是陰 陰就是光 光 光陰交融 整個身心 不斷在鬆晃 啊 啊 鬆開來 最 最後 農到星光無量的一個解脫情節奏 唷 咳 噢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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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li Dei Mi Om Lani Dei Mi Om Lani Dei Mi Om Om Mali Om Mali Om Mali Dei Mi Om 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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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i Mi Um Lani Dei Mi Om Lani Dei Mi Om Lani Dei M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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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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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Ami Ho Ma Lili Ami Ho Ma Lili Ami Ho Ami Ho Ma 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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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m Mani Dei M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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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ane Lai Lai Ho 我們準備進入到半針法 半針法前半段的觀想整體後半部分 我們把它上列掛起來 我們直接觀想到後半段的系列人 那麼 那 嗯 在密法中系列人 跟呢 我們的 嗯 心臟有沒有關係的 有關係 那麼 心臟這個地方算是在彈中邪的這個地方 這個彈中邪觀想系列人 嗯 所以 在滑板衣櫃上面在觀想 內空心中生起八瓣蓮花 八瓣蓮花其實就是我們心臟詞也是八瓣 嗯 嗯 那麼 蓮花紅色五根 代表的是我們的肉團心 肉團心其實就是心爆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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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臟情 我們心臟就是心臟超美 我們心臟最好 我們心臟氣 頭頭還創造成一些 解脫境界 用心涅人來表征 所以這個心涅人也代表阿彌陀佛 無量受無量光 這個無量受無量光 這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光明 我們生命的緣碼 如何進入到這個魅帝的解脫境界呢 要有方法 方法是道地 在年華上 那麼 藝人上現智人 智人代表的是道地 念到哪個智 哪個智晃光 也代表是大四次菩薩的念火眼筒 那麼 中間的旺字代表是觀神菩薩的二個念筒 我們把兩個耳都捂起來的 那麼 聲音是翁 產生的這種聲音是翁 代表耳根連通 那麼 所以 從念清詞 生生日耳 生生日耳代表天清詞 念清詞的當下 這是天清詞 那麼 念清詞跟天清詞不是二分法 是不二法 念清詞就是天清詞 天清詞就是念清詞 這是阿彌陀佛的左右兩大事 一個代表念清詞 一個代表天清詞 所以 當 當這個 當這個觀想 心裂人一起來的時候 心裂人的光明一起來 就把它融入到命門的名點 所以 命門的名點就是心裂人 心裂人就是名點 無二無別 然後 整個整體座的聲音 從我們的 心裂的光明中展現出來 光就是音 音就是光 所以 這是個光音交融的一個 定位等次的經歷 那麼 能夠有光音交融才能夠 光音交融正是念念分明 到了念念分空 正是星光無量 阿彌陀佛無量收無量光 這是真正的 那麼希望 淨土的 華雅的希望三聲 是淨土 也是你 也是場 產淨利密 本義家 那麼 就是義密觀想 那麼心力人融入到命門的名點中 命門的名點 就是展現詞 字 念清詞 聽清詞 大家 身意雙手結整的手意 口命此念 準的神奏 南謀 撒端拉 三妙 三佛陀 吉尊拉 大早陀 問 這裡 準的說話 問本 那麼時間上的關係呢 我們練個 五分鐘到十分鐘吧 練久一點啦 那 看看大家練 練得相應就只久一點 練不相應就短一點 我這個人很現實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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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老餐 教一教 哦 教一教 嗯 啊 啊 老餐哦 米吉是老餐哦 啊 哇 米吉 米吉從一九九五年到現在多少年啦 多年啦 也四年啦 也四年啦 哎呀 哎呀 米吉跟阿里斯都是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餐哦 老家 老家又不賣布豆腐的咯 哦 噢 噢 哦 誒 哦,把索印結好啊 腳要順便 準備開始,開始去崩咯 哦,來來來 來來 來來來來來 哪個是起的呢 不是耶,幾年我就叫你三生啦 南門 師父 師父 神 是 神 描 神 佛 神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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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佛 神 佛 神 佛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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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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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丹 石头难十命 透极 正道 proposing 夸理 stable 我本来的菩萨都能 三妙三菩萨都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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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的菩萨都几次 我本来的菩萨都几次 只 хорош了 最 fine 三妙三菩萨都几次 我本来的菩萨都几次 我本来的菩萨都几次 sau ampa ne tamo sa dung, dho dho ji sa nan dha sa dung, Dong JIN Lai JIN LIN SOM PAN L montre mõ sa dô na SAM PÁTA CHI CHA NAM DONG JIN Lai JIN LTE 阿彭爱 personality, 父牧者, 祂不得看YouMY, öglich食物 product! 阿彭爱世道 Nobel Geek, 祂不得看적ardausa, 你生borough正如时间, 由你生命足够看的。 三妙三佛陀自 阿达同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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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騰歸騰地走阿翁 現在時間是9點40分 留10分鐘 按照尤老師的引導9點50分 我們還有10分鐘 10分鐘給大家問問題 那是尤老師你要代替大家問 你代替大家問也可以 我們很感謝師父非常非常的慈悲 今天把這個可以說是非常殊勝的 我們唐祕的這個祕法 把這個傳承然後到了師父這邊 經過幾十年的實修 然後把裡面一些非常關鍵的秘密 包括說把怎樣能夠把這個 觀想的一個重點 這個在放光的那個觀想的點 從命門這個地方來切入 我覺得這一點我覺得是 師父特別的慈悲 我們都沒有包紅包就可以得到這麼大的法 我們師父有 侯母給我給大家 那侯母我沒送到紅包給他 阿彌陀佛 他就送給我 那我怎麼好收你們的紅包阿 阿彌陀佛 那我收你們的紅包變成我貪污了 阿彌陀佛 我們認識因為手藝花法師非常的久 我這一生最榮幸的事情之一 就說我是師父早期的書童 幾十年都沒有改變我做書童的這個角色 因為我們當初到 興英大師請我到佛光山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師父就在佛光山的這個 這個叢林大學院當時在進修 我們童年他當老師我當學生 我不是當老師我是當書童 我是當書童 然後當時跟像手藝法師在一起的 還有像現在林揪山的興道法師 他們都是同一班的同學 然後就是他們兩位 興道法師跟手藝法師 他們一起參加的 藍老師在佛光山舉行的這個禪禪 然後兩個人在禪禪後 都跟興英大師請了假 所以所以法師就好像 師父你接下來就去閉關了 應該我在佛光山六年半 我在佛光山大成流時間很長 一直到 因為我已經畢業了 應該是在1977年 我從林大學院就畢業了 我是留在學校當糾察 南中部的糾察 然後呢 利用寒假使家閉關 所以應該是 因為我去佛光山參學的 畢業嘛 本來就要回到自己的試驗 所以 那麼 這時候跟大師有言 大師那邊的愛護 又留在佛光山當糾察 又 利用寒假使家又可以閉關 就浮費雙修吧 那後來那個興道法師呢 下了就是 長期結束以後啊 那麼他就跑到宜蘭去閉關了 就在宜蘭那個齊阿倫 所以也是這樣一個姻緣 而且他們那個幫好多好優秀的這個同學 那個在美國有弘義法師 超文法師 超文法師 然後呢 那個我們師父這個源是 是很廣很廣很廣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看到師父這幾十年 真的是四個字 始終如一 在法上的精進 在法上的堅持 始終如一 我覺得這是 我們可以說 當代一個 實修實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 特別是閉關的這個始終不間斷 連那個師父你說 有的關還算是方便關 還沒有算進去 那沒算進去 對 這個太不簡單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師父 是看到一個修行的典範 不管你出家或者是在家 這種在法上的這種 務實的 如實的 堅持的 這個是我們特別重要的 那我想 那個呂章你今天介紹師父這部分 我想請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辛勤師父最受用的是什麼 獅子大學的這個創邦人 是大獅子 不是小獅子 師父已經是大獅子 他也是小獅子 不敢 不敢 師父已經是大獅子 他也是小獅子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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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恩師父 謝謝 謝謝 你靠近師父嘛 多一點加持力 人很缺乎 非常清晰 是 是 是 我們三年 同年的了 同年的 當年 當年 是 能夠親近師父啊 其實是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每一次親近師父啊 我就看到很多我個人很缺少的特質 譬如說師父這種實行 就是這個執行力啊 就是他什麼就是做做做 他強調去修行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都是隨便修一修 隨便說一說 這一點我真的是一直覺得很慚愧 所以在這個實修方面啊 我覺得師父是一個 真的是讓我個人來講 值得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位修行者 第二個呢 我覺得 師父啊 他經常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了解非常深奧的道理 這一點就是因為師父本身 因為透過實修的一個做法呢 他能體會到當中的精髓 他不會繞著很大的圓圈回到這個重心來 他就直接 直接就進去了 所以有時候我跟師父 在跟隨師父在禪修的時候 我真的是好像馬上就有那種感應 所以這個是 你講一點你的感應 跟師父如實報告啊 像現在就是到普陀山那個 那時候其實我沒有什麼學習 還是剛開始 那時候開基法師啊 我是跟著他去普陀山的 我這個什麼都不懂 他說去普陀山看師父 師父在閉關 所以我就跟著開基法師去了 跟著他去以後呢 師父那個好像那個 那個地方是 弘一大師以前閉關過的地方 他是一個石頭下面 冬軟夏冷 冬軟夏涼 非常那個感覺 真的一進去就感覺 磁場非常非常強 所以其實那時候跟師父談什麼 我都沒有 其實都是開基法師跟師父在談 那我就在那邊享受 享受那個氣氛 享受那個磁場 所以 他就開始就在那邊去檔 在那邊 不是口吐白沫 還好 還好師父啊 沒有責怪我啦 他說 我記得給我很多的鼓勵 這裡有失禁的地方 在這裡 借這個機會跟師父賠罪 賠罪 那是他跟法相應的一種現象 身心的起變化 真的 感恩師父 後來在修行當中 每一次 有時候到鵝眉 大家知道 我們鵝眉道場 那個地方也是三明水秀 地靈人節 有好幾次 尤其我很懷念我們那個開山寮 開山寮 那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在座可能很多位 我們師兄師姐都有去到開山寮 早期的 那個開山寮 咪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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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只有開山寮 鐵皮屋 鐵皮屋 對對對 那這饅頭 就是烤箱 對對對 每一次去啊 就是大家吃 一進去五分鐘十分鐘 滿頭大汗 對對對 大汗淋漓 對對對 我那種感覺還很好 回憶很美 特別值得懷念 值得懷念 而且那種過程啊 我覺得讓我們體會到修行人 他的那種執著 他繼續精進的這種信念 我們體會到 我們學習到 以上大概是我 你還沒有報告完 我們李章啊 因為跟師父這個準題法特別相應 然後他私底下跟我講 他有一去 因為他是做貿易的嘛 他有一次就去東京 大概有五天的行程 然後他去東京 也沒有去拜訪客戶 什麼事都不幹 就關在那個酒店裡面 修準題法 那剩下這個你自己報告 你可能還沒跟師父報告過 好 我第一次聽到 但他到東京住在飯店三天 不務正業啊 你看他講做什麼事情 沒有 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就請佛菩薩 準題法母幫我 幫我去找生意 幫你拿訂單 拿訂單 我們一個道友 他在講準題法牧師 幫他拿訂單的 是是是 還有一件啊 你還沒講完啊 這個講完了嘛 沒有啦 就拿訂單了嘛 他呢 三天以後啊 就是在專修準題法 就三天閉關 然後呢 到了第四天 那個酒店裡面有那個 叫Aero Page 是那個電話簿 黃頁電話簿 他打開來 隨便翻三個客戶 打電話去說 我們都在找你 可以提供的這個產品 你們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師父剛剛講 師父講得那麼白說拿訂單 這個就是說我們修行 這個佛法跟釋法是相應的 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那個 李商兄他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見證 你還有補充嗎 有一件我跟師父沒有報告過 這個曾經在華谷山人生雜誌 有登過這個訪問過一件 這個是這樣 就是跟生意也有關係 就是我做生意的時候 跟日本人有來往 那個日本人本來是大商社裡面做事 然後後來他被fire掉了 所以我就好吧 那你就來台灣來幫我忙 那他來以後我就說好 那你就直接做日本的生意 就全部讓你來handle這樣子 那就住在我家樓上這樣 差不多快一年的時候呢 他突然間有一天跟我講 他說這個我要離開啦 我說好啊 他說但是我要 你說日本的客戶我都要 我要做啦 他把我的客戶就拿走了 拿走了 端走了 那個損失不講精神的打擊很大 所以我幾乎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沒辦法睡覺 你想到就是就生氣 怎麼會這樣 我對你不薄啊 怎麼就是一直在這個心理上 一直在翻滾 那後來呢我就 因為那時候跟隨師傅在學這個準題法 唸準題做 所以我就好不管啦 我就遲做啦 睡不著覺就遲做 就有一天啊 在早上清晨四五點的時候 我即時遲做 因為睡不著覺嘛 反正就是遲遲遲 遲遲到 在好像好像好像 好像有睡沒有睡當中 突然間之間 突然間 整個那個煩惱啊 就是有一道光啊 就是好像整個那個就爆炸一樣 整個就爆炸了 然後那個 那個整個煩惱就沒有啦 那說沒有的時候 兩句話 我自己問自己啦 第一句話就是說 感恩那一個客戶 感謝那個人 第二個 我知道啦 就這兩句話 所以從此以後 我非常感恩他 有一次幾年 如果在街上碰到他 我還是感謝他 那就是這給我這兩句話 所以我覺得 那一個事情呢 讓我覺得 我持坐的那種力量 在那個當中 整個好像就是 不曉得怎麼樣一個情況 還沒有跟事物報告過 對不起 那是你的福德跟智慧 信量打開 Open your mind Open your mind 所以 李章你這個補充很重要 因為你前面講的是 這個準提菩薩幫你拿訂單 然後第二個 這個故事更重要 為什麼 幫你化解煩惱 對 這個 所以我覺得 我們剛剛謝謝張師兄這個補充 就是說 修準提法第一個 可以拿訂單 第二個 可以幫你消煩惱 所以是佛法跟世間法 就這樣子融合在一起 相互成就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有一個同學 我也想請這位同學 來跟大家分享今天上課的心得 明正兄你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心得好不好 不要客氣 跟師父回報一下 今天是不是參加這個持奏 有一些感受或怎麼樣 好不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請那個Alice 為什麼他會坐13個小時的飛機 從美國專程飛回來 師父 其實我在這方面是 就 學佛法 我還算是還蠻淺 可是 今天說準提法的感受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 剛剛在做的時候 是有一個 我這邊有 有人發麻的感覺 我不知道 就是感覺很舒服那樣感受 我自己也覺得有蠻感動那種感覺 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這方面是 還算是比較淺薄 但是對佛法上也算是 剛開始在進入 但是能夠有這種機緣 碰到老師 我是真的 有點想留戀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 這種感受我蠻深刻的 但是不會形容 就是這樣 這是善根流露 善根 善根 善根流露 跟法相應的一個現象 好現象 謝謝老師 我們張師兄 是那個簡封文具是帶進門的 然後在課堂上也很發心 為大家服務 對對對 所以很難得 然後我想最後我們珍惜 那個Alice 你為什麼會飛那麼遠的路 13個小時 很兇 而且他這個人對時差還是很敏感的 可是剛才上課都沒有打瞌睡 他是25年的老餐 老餐 老餐 準題法老餐 而且準題法在洛杉磯的第一個道場 就是我們Alice支持 為什麼會了十幾個小時 本來我覺得 我是不是回來湊熱鬧 可是 心裡面有一股很強的力量 覺得要回來追隨師傅 因為 活到這把年紀了 謝謝鼓勵 錢也不是很多 錢也不是很多 不過小孩蠻多的 孫子也蠻多的 就覺得 人生 不能再 再混下去了 我今天 就是為了尋找一個生命的衣龜 我覺得 只有跟隨師傅好好修準題法 我才能夠找到我的家 謝謝各位 好 我們今天 雖然 時間說長 好像比平常長一些 但其實 在修法的過程 你會覺得時間不夠 而且希望能夠有更長的時間 能夠更加深入 我們師傅有個特色 我常常說我們師傅 因為我們民間流行一句話 叫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來拜 但是偏偏我們手以法師 就是不作怪的師傅 他的生命中最大的樂趣 就是上作 修法 持咒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說我們在今天 我們在一個大環境 很多人都想要追求精神的 心靈的自我提升 但是 第一個 親近明眼的善知識 非常重要 第二個 你要修對法 跟你相應的法 我們師傅很慈悲 1995年 疫情展示給我寫了一封信 說他想到 亞洲地區 他想到台灣 想到中國大陸 尤其想到中國大陸 能夠朝理五台山 為了回報中國的祖師 對他的這個教導 因為疫情展示出家以後 16歲出家以後 15年的時間 只能讀到我們漢文的大葬經 所以他覺得他一生的這個 佛法的所有這一面的啟發 都是來自我們漢傳佛教的祖師 所以他就寫信給我說 他想到台灣 想到中國大陸 然後去朝理五台山 因為五台山 文殊菩薩是這個智慧的代表 因為他對世界的影響這麼大 那麼 我當時就去跟師傅報告 我說師傅 我們能不能一起來圓滿 疫情禪師這個心願 師傅馬上答應我 專程陪我飛到廈門 然後跟廈門的那個 宗教局的那個負責的人 一個李先生 商量說 可不可以給這個疫情禪師 到中國大陸來弘法 所以也是透過師傅的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後來跟那個 造不出老居士連接上來 對上來 然後又跟南普陀 後來疫情禪師 在閩南這個地方 從福州開始 然後一直到莆田 到莆田還有一日禪 然後到了廈門南普都是三日禪 這個音樂都是很感謝 我們手藝法師來成就 後來 後來疫情禪師到台灣的時候 在國務劇團辦三天的演講會 也是我們師傅主持其中的一天 那我跟師傅報告 疫情禪師現在中風五年 但是呢 最近恢復得比較好 現在回到了越南了 所以我們只要想到說 像世界這種 師傅這種心量 而且有這種世界觀 實在是我們 每一次想到師傅 我就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今天 我真的沒想到師傅 這次會答應我 因為我知道師傅現在大陸 非常非常的忙 可是我們想到 那八夜八夜去看師傅 師傅就馬上跟我說好 而且馬上跟我敲定日期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日期 還是師傅定的 就是說師傅前天剛從大陸回來 今天就來到我們這個課堂 然後記住 圓月 圓月的9號10號這兩天 這個如果你要進入 因為這個法你潛藏即止是不夠的 就是要像師傅今天的帶動 體會到這個法位 我們的張師兄 他覺得好像內心的那種感動 那種真的是 甚至頭上還有點麻麻 已經有感應了 所以這個姻緣非常難得 我們現在在座的諸位 剛才Alice就很重要 不管年紀大年紀小 一定要及時把握 我們生命自我提升的機緣 你不及時把握 沒有辦法師傅 我跟妳報告我以前常常去美國 Boston的演講 博士大學有一個成教授 他因為聽了幾次的佛法以後 他本來是學科學的 化學的專家 他就開始對佛法有興趣 然後幾次跟我約說要去回台灣 我說你不要來聽我演講 你要回台灣參加禪期禪修 終於他有一天給我寫一封信息 說他要到日本去演講 他要想回台灣一個星期參加禪修 請你安排 我馬上幫他做好安排 可是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去日本演講的前一個星期 他帶他的家人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去旅遊 那個遊覽巴士在那個山的零線上面 碰觸到那個高壓電線 全車等他跟他太太跟小孩都燒焦了 你看他跟我約了三年 最後終於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回去台灣體驗一下禪修 你看不實現了 我們如果不及時把握我們生命中 就非常珍貴的姻緣 像我們今天我覺得我很驕傲 因為我想很多同學是因為今天師父來這個姻緣 所以可以親近這個政法 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真正的如實的 老實修飲的一個修行人 所以你要及時把握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希望 因為1月9號10號 這個機緣很難得 因為看過去過年冬參下雪 冬天用功特別好 所以我想今天再一次說不盡的感激 感恩師父 然後那個師父我給你找這個書 是因為簡豐文居士 他幾年在研究這個六祖壇經 然後我們知道師父也是六祖壇經的這個姻緣 跟那個禪中截然緣 其實師父不只是禪 禪盡綠密 今天開示講的很久 禪盡綠密是一體 是一家 所以我們跟師父學 不是只是修一個簡單的法 而是整體的佛法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特別給師父準備這一本 他不斷地在演講 結果每次到聽眾裡面 也不是在課堂上來聽 他透過直播聽到 有一個台南的一個企業家 聽那個簡具師的演講 自己把它錄音下來 然後找人把它做筆記 完成了這本 六祖大師法寶談親書記 就一個企業家 他聽這個法相應 然後把他出了這本書出來 後來簡具師還仔細的幫他做校定 上次那個張師兄跟我去跟簡具師姐妹 也記得這個事 本來今天我有跟師父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師父早一點來 我們可以去跟簡具師見個面 但因為師父說因為形成很緊湊 所以太早來怕中間隔太長 晚上這個課他怕體力不能附和 所以今天沒有安排 但是人沒有見到書見到 我想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而且今天才知道說我們簡具師 跟我們那個沈建主師 還是這個同行裡面 還是同班了是不是 同一年高考 同一年高考及格 這個我覺得我還跟那個沈建主 我說簡具師有一個演講特別好 講他跟海龍王什麼結緣 怎麼樣跟圓路王結緣 這個故事你一定要聽的 這個他的生命故事很精彩 那麼我想今天再一次感謝師父 我們帶他起立來向師父 對我們師父帶我們回向來 我們向師父三點禮 我們大家一起念 願消三丈之煩惱 願得知慧之明了 譜願罪障惜消遲 事事常行菩薩道 原來是這麼好 突然笑解是誰 你那裡有兩個人 自能的呼喻 一樣幫助